來我們看一下這裡喔 它說把這乘開之後 纏數項等於多少 什麼叫纏數項 纏數項指AX幾次?0次 換句話說這麼多AX?有 這麼多AX?有 把這整個乘起來湊出0次 它係數是多少 怎麼湊?一樣第一步 全部幾次?6次 所以它可以寫成C6-R AK是6-R Y的R次 之後在AK的地方 寫AK幾次?2次 在Y的地方怎麼寫? 告訴我 在Y的地方怎麼寫? 它是AK幾次?2次 在分五有看到 次數差什麼號? 5號 這樣怎麼寫? 洗到這邊之後 你觀察一下 這麼AX?有 這麼AX?有 這兩個AK 然後湊出來幾次?0次 怎麼湊? 次數對次數內外相乘 對吧? 次數對次數內外相乘 這邊乘起來是12-2 這邊乘起來是-2 整個合併起來 題目數要幾次?0次 所以說老師可以推得 可見R次級3 行不行 所以第三件次級 R用幾代?3代 C6-3 6-3是3 R次級3 這是AK是2次 這AK幾次? 負2次 這樣行不行 來告訴我 C6-3次級 2次 這樣行不行 這次數被次數內外相乘 次數被次數內外相乘 所以整個合併起來 次級20 這樣行不行 可以嗎?OK 麻煩你 所以說這常數下就是 次級20 OK 大家看一下